釣魚前總會被這些風景吸引 你們有發現嗎 有些時候已經不在於釣魚了 人生不能錯過的風景是 海 今天我們發現一群藍雀雕 它也是稱為霓虹雀雕 是雀雕刻的一種 這邊有一些簡介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選擇了在一個船底下來做釣 看看有什麼大物的存在 這邊果然發現了一尾大魚 但似乎好像是受傷 因為水裡面都是油的關係 所以看不到是什麼魚 在另外一邊也發現了蠻多道釣 以及那個大隻的魚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會不會出現 在哪一個爽巴 是說蠻多的 是說蠻多的 好 好 又來 就有勾椎了 好啦 看完勾椎的河豚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試釣看看吧 那看能不能釣上 稻釣或者是大鷹鴿魚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使用的耳料就是 算是 熟凍蝦 它是一種半熟的蝦子 那這個部分也是在東區這邊 所購買的 也不一定每間的釣具行都有啊 所以就是要碰碰運氣 它這種半熟蝦 也算是熟凍蝦的一種 它算蠻耐咬的 有一些小魚它比較說 來盜了 它就盜不走 大魚就可以直接吃下去 大家也可以來試試看 很幸運的下去沒多久就種小稻釣 其實也蠻漂亮的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它放在一個 籠子上面 暫時養著 等一下再給各位欣賞 哇伊德也種魚了 哇 是一尾笛雕 蠻漂亮的 待會再給各位欣賞一下吧 夜晚了 伊德又種魚了 到底是種什麼魚呢 拉起來給各位看一下吧 到底是有多大隻呢 啊 基本上看起來是一隻良型的黑點 還算不錯啦 先養著吧 沒多久又種魚了 現在是種什麼魚呢 看來是種了一隻小型的土斑 這個土斑是港口時常釣貨的魚種 一般來說它真的蠻貪吃的 緊接著 又伊德又種魚了 都給它釣就好了啊 這次又種了什麼魚 看來好像是黑一點 啊不是 是一隻小金蘭 小黑一點 青藍嗎 感覺上還ok 但是這也是放生等級的 待會再拿來放生吧 這一桶呢 基本上就是白天所釣貨的魚種 那裡面的話有稻釣 底鵰 還有剝皮魚 另外的話還有一隻新典臭肚 都還蠻漂亮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來放生囉 今天的漁獲都是屬於觀賞級的漁獲 好 這也還不錯啦 如果有水素巷的話是可以漾起來 ok 那一樣 可是休閒並不是為了 漁獲 ok 放手 希望他們趕快捐到 然後叫他們 跟阿嬤 還有爸爸媽媽 小天再來吃我們的鵝 通通回家 ok 就在這裡結束啦 還不錯 狀況還可以啦 但是 就被爆了好幾次 然後有一些漁獲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黃旗鵰 小黃旗鵰 大概八長大 那我們一樣這是 放生做工的 喔 這隻更大囉 這隻 也還不錯的尺寸 來 我們也是給他看一下 喔 漂亮你看 噶 火燒乾 人家講叫火燒的 這隻一斤也不錯 但是太小了 我們還是把它放生囉 給你喇叭來 來 OK 放完了 兩兄弟 好 那接下來就要放老爸 今天最大獎 頭鵝要放魚 整點放魚喔 今天 今天最大獎 來囉 給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一隻爆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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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一隻爆栋 一隻就爆栋 一隻出來的 Tank 一隻還是爆栋 但一隻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是土斑 土斑的話還是原身軸 那我們就讓他回去囉 不是龍虎斑 喔 這是土斑 ok 也是不大啦 但是尺寸還算是良型 但是我們還是讓他回家囉 叫你阿公來 下次叫阿公來 這次讓你回家 下次要叫阿公來 聽有不?OK,好,下去啦 掰掰 終於啊 搞超久的,終於才有一隻 好 叮叮叮的聲音真好聽 哈哈哈哈 阿伯阿伯 又上了 又上了 你看 och 這這樣 就知道聽百尾喔 這隻抽的是 這隻有十幾斤吧 xm 這的那被 tentar 以後這個還要做到困難 有毛小小 affair 歐 шin oh 喔 滾下去裡面也海底 一隻鯉鯛一隻這樣 還會好 舌頭買 那是收回來還是收回來 打冷起來 真的假的? 搞到喔? 又橫的,又橫的,又橫的,又橫的 又橫的..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